老鳳四看門機 靠個大小機 火車都沒去坐 給人機 寫著冷氣 水去吸兩機 他先說沒禮貨 說抱歉 一種公園耶 不叫本的啦 所以你看到那邊 我是天天開心 我可以讓他拍完就知道了 其實那天天開心 紅到什麼天路 那是真的說萬人空想那有啦 還算你說什麼簽名 那上班都麻痺了 去總統府才有遺憾 所有閩南的節目 能夠上總統府的 唯一的一個也是空前傑後 只有天天開心 那時候李登輝總統 他每天看他後面的李宇 他的學藝技說 吃水果 拜笑頭 喝水輸完頭 我們人要喝水輸完 資深藝人高群主持90年代 最紅的台語綜藝節目 天天開心 鏡頭前董事笑容滿面 卻很少人知道本名 莊金龍的他 曾經是被霸凌的孩子 那時候我們阿哥 來我們這裡 就 哦 大家的男人都很煙燈 如果這個阿龍就夠壞了 是怎樣 是頭生 還是去求的 還是本書的堆 這樣 這樣求來這樣 我就跟他找他便宿口 同學排斥我 沒有錢又長得 又藍開 又頭髮又紅色的 我都一個人在旁邊 我們有一家那個女色 叫龍眼女色 跟他都要生企業 玩那些泥巴 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所以我小時候有自閉症 然後在那邊會自己唱歌這樣 5 4 3 2 我爸爸要靠做木匠養活八個 我媽媽要做多少功夫 你知道嗎 早上就要洗衣服 四五點就洗了 到來的時候就要去 把家庭好好的人煮飯 還來煮好 還把家庭放在裡面 再回家裡 還帶孩子 還帶孩子來好好的人 還帶孩子 因為家境平寒 高群國中畢業就得出來找工作 就像流浪三年 我那三年過得非常苦 也去推那個 先生要不要擦衣彈 要不要擦燒包 縫爪 那個什麼茶樓 我也住過公園 也住過車站 那時候沒有錢沒有職業的時候 後來有時候 一生人靜想說 我這三年到底我在幹什麼 沒有一技之長 高群決定發奮圖強 終於考上國立草屯商工 這時期的校園生活 點鼎未來朝演藝圈發展的基礎 藍籌鑑愛國歌 是獨唱我拿冠軍 那個是所有學校比賽 我代表高中生 我有出做節目 出做一些畢業生的 他們的畢業典禮 都一些節目啥 我會策劃節目 那時候我就做一個 現代兩三部主演台 那時候下四個年會不會 聽到五個月有人在試電影 聽到現在在叫 我沒有時間好朋友 快點出來問我 是要創衣 只是畢業後 並沒有馬上找到 通往演藝圈的大門 先是應徵銀行工作碰壁 不得已當起了車窗工 即使做著不喜歡的工作 仍沒有教習他心中的夢想 車窗工 都騎了 女友 女友都放在歌 那當然有歌本 彈好平什麼歌唱分連中心 你想當歌星嗎 你想月入上萬 上百萬嗎什麼 我看得出來盯盪 我還要唱歌 我想說好啊好啊 因為理千惠 像像像都一看出來 昨天要站在台北 我那邊說你去銷售 你做財富就很好 一塊月兩萬幾塊 你怎麼不錯 你去台北 台北要煮花車 花車要怎麼做 你也沒有錢 也沒有背景也沒有什麼 哪有可能 你我怕要去 你如果要去 把錢給我看一看 給我看一看 把錢給我看一看 把錢給我看一看 不顧家人反對 毅然決然北上追夢 我大哥煮綜合 去哪裡 義氣 去找頭路 晚上才回來睡 整天沒吃 我家人也不知道 好不容易靠著朋友介紹 找到沙發工廠的工作 沒多久工廠卻又倒閉 高群收到了四萬元的資遣費 立刻把這筆錢拿去歌唱補習班 希望考到歌星證 後來有人介紹高群加入劇團演戲 原以為有了新發展 結果又是痛苦的開始 如果有演戲的時候 接到室頭才去演 沒有接到室頭 普通人家也要生 做什麼 當時他們都是在廟 他們先拜先睡 自身的 身處在比較重 比較好睡 你如果太晚 沒有辦法 沒有好睡 就睡到雙邊的 雙邊的 人家在補習班 走過 那些班子都像風琴 人家打起來 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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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真是一支我過一兩年了 後來高群的第一任妻子 建議他找命理老師取個藝名 沒想到演藝之路 竟真的跟著風生水氣 高群高高在上 擁有很多的群眾在給我拍拍手 我做暗話 想好 人眼好 他說好 這樣好 而且他還給我斷 你這個名字 給我之後 你每每年的四月 你有一個選擇點 演藝世界有一個選擇點 真的 他在說那年的四月 天天開心 播出 我剛才演唱一年至兩年 天天開心就打起來 演唱差不多四五年之後 跟安迪那一段 那個人 有導演 導演就帶安迪一下 要把我打起來 要把我打起來 打起來 天沒人會生老 我天天 我點燒日 做到燒到一段 中時燒到一段 中時燒到一段 我中時燒到一段 我中時燒到一段 我整年都沒有效 我和朋友們都好 打成一片 心態很重要 我一天想說沒關係 我這件沒200塊到 結果這名 這支組員覺得 缺高群 覺得怪怪 我們這支組員不只說這樣 你給我打起來 他們就沒辦法跟你拍出 因為你沾對我這支組員 還打十一年的 所以我天天開心 十五年 都沒辦法 只是成功的背後 總有代價 拜到拜五天天開心 拜六開心有台 你拜金有台 土地說土地補 所以會離婚也是有原因 天婚為好老命 躺習慣路看著說 行程錶塞滿工作 跟第一任妻子的婚姻 也走到盡頭 沒想到快四十歲的時候 緣分又來敲門 高群遇到了小他二十歲的 第二任妻子 決定攜手共度人生 我到我老婆二十歲 大到二十歲 但是我們結婚三十年 我們很少吵架 就是在最艱苦的時候 他跟我在共同扶持 意想不到的還在後頭 他自己也沒料到 有一天 竟會從藝人變離帳 你沒人聽到一個說 師傅 要別人去思想 我又去選旗 我也記憶了一下 尤其我剛選了禮場 第一任人看著 禮場 我們剛才高曬也來補補 叫人去補高曬 我說拜託 我還沒想像 擔任禮場期間 不只每天忙的焦頭爛額 還一度遭人恐嚇 太太要他別再從政 高群這才回去從事演藝工作 結果又遇上差點過不去的難關 王子的貸款又跌倒 搬下去了 完全沒有收入那半年 這樣是最痛苦了 你搬下去 你這個不頂重 那整隻好像蟲蟻 大股 晚上要睡不著睡 你這樣也不著睡 這樣也不著睡 餐蟲也不著睡 放油要超半年 因為你沒辦法都用這個籃 你這樣也不著睡 回首過去六十八年歲月 有起有落有笑有淚 為了理想不怕苦不怕難的高群 證明了堅持到底 才能成為笑到最後的人 叫細cular小声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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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